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諸位法師 還有諸位居士菩薩們 大家晚安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 跟大家一起來研討 有關於這個 華言 華言經的思想 華言經的體系 華言世界海 跟我們這個念佛三妹 當中的一些關聯 跟關係 希望如果在座諸位 對這個 所謂念佛法門 有興趣 能夠有更完整 更系統 而且更深入的認識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把頭影片的部分 一一來 跟各位來做介紹 首先呢 我們看一下 在這幾週裡面的課程 我們的題目叫 華言與念佛三妹 那華言當然就是 大方廣佛華言經 那個斷句 我剛才刻意斷句一下 大方廣佛華言經 這個是 比較正確的端句 我們通常 一不小心就會斷成 大方廣佛華言經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 華言經 事實上是大方廣 大方廣 就是很廣大 很深廣 佛華言 佛華言 佛是一個名詞 就是覺悟的人 覺者 像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 這些覺悟的覺者 佛 這些佛 我們怎麼來形容它 叫華言 跟花一樣的莊嚴 清淨又莊嚴 我們再來譬喻 佛的境界 佛華言 所以大方廣佛華言 那大方廣佛華言經 就是我們常常簡稱的華言經裡面 當然啦 如果大家有涉獵到 有讀過的話 我們知道它的內容非常的深廣 那我們在我們的 中國的宗派裡面 有開展 有一個宗派 跟華言經有關的 叫什麼宗呢 叫做華言宗 或叫做賢守宗 華言宗 它主要的教理的依據 就是這一部 大方廣佛華言經 這一部經典 到底跟念佛有什麼關係 我們大概會從五個方面 來跟各位一起來做研討 希望說我們把整個念佛的觀念 稍稍的把它有一個系統跟完整的一個介紹 我們中國還有一個宗派 我們稱為淨土宗 事實上這個淨土宗是後人所歸納的 在我們中國的宗派裡面 嚴格來講它應該是淨土法門 怎麼說呢 我們如果相較於日本的淨土宗 日本的淨土宗 它的第一代祖師就是法然上人 然後他傳給弟子 弟子再傳給弟子 他是詩詩相傳的 那就有一個完整的宗派觀念 而且當然他有教理的依據 也有一個修行的法門 再加上他有一個詩詩相傳的這種傳承 所以他是一個完整的宗派 我們中國的所謂淨土宗 我們往往會發現 我們淨土宗的初祖 經過後人的追認 我們認為初祖是誰 是廬山的什麼 會員大師 那會員大師是什麼時代的人 是晉朝的人 所以我們的魏晉南北朝是 東晉 那我們的淨土 所謂的惡主 又是哪一位 不知道大家還沒印象 我們的惡主是誰 散導大師 對不對 請問一下散導大師 是哪一個時代的 有沒有印象 對 沒有錯 有居士菩薩有講到唐朝 唐朝 那我們唐朝之前是什麼朝 是水朝啊 所以從東晉的 會員大師的初祖到惡祖 差了好幾百年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後人 所追認的 他們並沒有真正的師徒關係 但沒有關係 因為所有的這個中派 它是一種分類跟歸納 那所以我剛才講說 嚴格來講我們叫淨土法門 也就是這種修行的方法 它是一個淨土法門 像相較於日本的所謂的淨土中 它就不是師父傳給弟子 它就有一點不同 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而且呢 在日本的淨土中 它的法門也很單純 因為法蘭上人 他追認我們中國唐朝的 散導大師 當作我們中國的初祖 那他自己是日本的初祖 日本最開頭 那在中國它有一個開端 是來自於 散導大師的這個念佛法門 那散導大師所倡導的念佛法門 叫做慈民念佛 就是傳到現在我們諸位 最熟悉的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這種方法 在日本的淨土中 依然是慈民念佛 但是如果我們反觀 中國的淨土法門 我們初祖 會遠大師 他用的法門 不是慈民念佛 大家知道會遠大師 他修的念佛法門 是什麼嗎 有沒有聽過一種法門 叫做波舟三昧 有齁 有沒有諸位菩薩 有沒有人修過波舟三昧 沒有 大家都搖頭 我也沒有 我不但沒有 而且聽說這個法門 還不太容易修 在中國大陸還有台灣 有一些祖師大德 曾經修過 這個法門是蠻辛苦的 這個波舟三昧 這個波舟的意思叫做 常立 常立不坐 常立不握 什麼叫常立 就是經常 時常的站立 就是站著 站著修 而且不能坐下來 不能躺下來 休息怎麼辦 站著休息 睡覺怎麼辦 站著睡覺 就是站著 站多久呢 九十天 已經有菩薩講 是九十天喔 不是九十分鐘 是九十天 九十天是多久 三個月 那諸位最長站幾個小時 有沒有人站過九十分鐘 所以站九十天 站九十天有一個生理上的現象 怎樣呢 因為有地心引力 腳會這樣 水腫 會水腫 所以基本上 這一種波舟三昧的淨土法門 他需要有一些 生理上的一些條件 所以呢 這一種法門就不容易來普及 到了我們唐朝的善導大師以後呢 他就這樣 把這個淨土法門 我們歷代歷朝 傳下來的淨土法門 一共有四種念佛方法 包括有什麼 有十相念佛 觀諸佛十相 十相 實際的相貌這個十相 第二個呢 觀相念佛 觀看觀想佛像 觀相 那個像是佛像的像 觀相念佛 第三個呢 觀想念佛 那觀相念佛 比如說我們來觀想阿彌陀佛的這種佛像 觀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這就是觀相 那觀想呢 觀想最有名的就是十六觀 有一部經叫做十六觀經 不知道諸位有沒有聽過 它的全稱叫觀無量受佛經 為什麼簡稱十六觀經呢 因為裡面喔 有十六種觀法 這都是觀相 觀相 這是觀想 更正一下觀想 裡面有十六種觀想 那是十六種觀想的第一種 就是要做日觀 它是一個前方便的訓練 就是觀想的基礎訓練 觀想什麼呢 觀想在黃昏的時候 那個太陽要下山 太陽要落下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紅紅圓圓的太陽 在經上就說 在經上就說 如鼓 如鼓 我們知道那個 我們打鼓的那個鼓是圓的 中鼓齊鳴那個鼓是圓的 觀想那個圓圓的形狀 而且是呢 黃昏落下的時候是什麼 整個通紅的這個太陽 圓圓的 不知道大家應該看過這個落日 夕陽落日 我們俗語有一句話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所以到了黃昏 我們看到落日 不要只是 惆悵心探 要注意那個 那個落日可以用來修行的 就是觀想那個太陽 圓圓的 那怎麼樣叫做觀想成功呢 就是眼睛閉起來 眼睛張開 都看到那個落日 清清楚楚 當然我們眼睛張開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落日 對不對 眼睛閉起來看得到嗎 就不一定 眼睛閉起來怎麼看到呢 就是要想像 要想像 想像有一個 落日 是圓的 而且它的顏色 橘紅的 火紅的 而且呢 裡面要那個 這個圓圓的太陽裡面 這個落日裡面 要清淨無暇 不能有烏雲遮擋 你如果觀遮擋 一觀 右下角有烏雲 左下角有烏雲 那就代表什麼 在善導大師的 誓鐵樹裡面來講 這個是有業障的 有業障怎麼辦 趕快要先 懺悔業障 然後再繼續觀 那這個容不容易 聽起來好像很容易 對不對 那諸位 下次試試看 好不好 這就是一種觀想念佛 這是第一關喔 最簡單的喔 再來第二關 就難一點 叫水關 對 有些居士菩薩也有講出來 水關 關西方極樂世界 它的流離堡地 是像水一樣 清澈透明 像水一樣 水是流動的 是一體的對不對 然後再要把它想像 再把它觀想 觀想成固體的 像結冰一樣 變成流離堡地 清淨光明的流離堡地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的意思就是 關的城嘛 好 第三個 就要開始 它是越來越難喔 越來越難 再來 要觀寶樹 那個樹木 欸 觀想樹木有什麼困難 西方極樂世界的樹木 不太一樣 它的樹 上面都有七寶 琉璃 所謂的金銀琉璃 這些瑪瑙珍珠 這些七寶 有很多的裝飾品 而且這些樹很特別 它是一樣高大 都一樣高大 而且呢 花果同時 我們都是先開花再結果 有沒有 西方極樂世界 它同時開花也同時結果 所以這樣一項一項的觀 再來要觀寶樓 那一路越來越細緻 一路一路這樣觀下去 越來越細緻 還要觀 觀世音菩薩的法相 還要觀大世智菩薩的法相 還要觀阿彌陀佛的法相 七尤尋高 七尤尋高 非常的高 還要觀它的爆聲 哇 充色 法界 無量無邊 這樣聽起來 來 我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然後各位有沒有 聽得很模糊 到底要怎麼觀 在經論上是這樣講 就是說 要表達的是 觀想念佛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是 在十六關裡面的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強調的就是 一念乃至十念的慈民念佛 所以善導大師就把最後這一關 把它做一個發揮 就是所謂的慈民念佛 一念乃至十念 念佛可以這樣求得往生 阿彌陀佛有發願要接引眾生 這就是我們現在大家所熟知的慈民念佛 所以有四個方法 十相念佛 十相也是很困難 十相無相 又無不相 那它到底是什麼 請問各位知道嗎 十相無相 它沒有相貌的 但是沒有相貌 萬事萬物的相貌又是因為無相而起的 它可以變化成各種相貌 十相無相無不相 那其實就是說 要讓我們很親近 又不執著這個相 這種才是真的十相 所以它都有一些難度的 所以十相念佛也不容易 再來觀相念佛 觀相念佛雖然你有佛像可以看 但是它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開眼閉眼是不是都能夠觀想成就 那就要看功夫了 第三種就是所謂的觀想 剛才就講有十六種 十六種的最後一觀 就發展為我們現在的慈民念佛 好 那我們把這個法門的一個歷史 它的原流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中國的淨土法門 它的過程也有一些變化的 經過唐代善導大師的簡化以後 那淨土法門在我們中國 就受到重視 而且流行 流行到什麼程度呢 當時的長安街上 據這個佛傳的記載 據這個佛傳的記載 當時的長安街上 就是唐代的首都 京城 大大小小 老人小孩 都會念佛 因為很簡單的嘛 對不對 一念乃至十念 念什麼 念南無阿彌陀佛 一念乃至十念 所以小孩子或者老人 男眾女眾大家都會 因為他的法門很簡單 很簡易 所以大家都會 這麼簡單異形的法門 結果發現最難是在 難在於他很難相信 因為他的這個法門 太不可思議了 異形 但是的難性 難性 你說不會啊 我們可以接受啊 但是當時在唐代的時候 是大家不接受的 大家想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我們各種法門 歷盡千辛萬苦的修行 那為什麼 一念乃至於十念 就可以往生極樂世界 而其他的法門 要這麼樣的辛苦修行 要斷惡修善 要持戒 要禪定 要開智慧 要斷煩惱 才能到淨土 那為什麼西方極樂世界 他只要念佛號 就可以去 這個就很難 理解 很難理解 很難理解以後 就很難對他 升起信心 所以各個法門 都有他的優點缺點 那就要看 眾生的一種 因緣跟根氣 這個是當時的一個 歷史背景 所以 有了這個 慈民念佛法門以後 淨土法門 在我們中國 就受到重視 還有發揚 同時傳到日本以後 也受到重視跟發揚 不過隨著 年代的久遠 這個念佛法門 這麼簡單 但是大家就 從重視 變成這樣 輕視 太簡單了嘛 小孩都會 所以這個法門 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會有這種想法 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說 就不過六個字 或四個字 那我就念就好了 而且聽說可以 求往生 所以現在大家 一提到念佛法門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求往生 怎麼往生的道理 怎樣才可以往生 好像沒有人 特別去重視 就久而久之 發展出一種 什麼的 臨終關懷的儀式 有沒有 諸位有沒有參加過祝念 有 現在在淨土法門 不只是淨土法門 在我們台灣也好 中國大陸的佛教來講 好像靈命中 沒有祝念 大家都不放心 對不對 在前幾週 我有去關懷 有一位菩薩 那他被檢測出 有這個骨髓流 骨髓流 聽說是血癌的一種 因為骨髓跟我們的血液 它是好像是相通的 那這位菩薩因為他有 佛教的觀念 也有淨土的信仰 所以對於生死 他一點都不害怕 這個很了不起 這就已經超過很多一般人了 他對生死 一點都不會畏懼害怕 但是呢 他坦白跟我說 他擔心一件事情 我說生死都不怕 有什麼好怕 而且你已經發願求往生了 他告訴我 他擔心你命中的時候 沒有人註念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清楚 就是到底重點在哪裡 就是往生的重點 變成是註念 有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他擔心的是沒有人註念 他不是擔心有沒有發願 有沒有修行 他個人修得很好 但是也有發願往生淨土 但是呢他竟然擔心沒有註念 那我實在是不曉得要怎麼樣跟他溝通 很想跟他打一個契約 麻煩你欲知實至 你什麼時候要走 我們來撥控對不對 我們撥控 當天我們一定到場 這樣可以放心了吧 好 在座諸位 我們需不需要立這個契約 好 我想修行 還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發願也還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註念 顧名思義 有沒有 是幫助我們的正念 幫助我們提起正念叫正念 叫助念 那到底誰該念 是我們周遭的人要有正念 還是當事人要有正念 各位認為如何 是不是當事人 好 但是因為這個一個法門 長久的去發展下來 就慢慢一種形式化 所以呢 現在大家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 都認為是怎樣 唸給怎樣 死人聽的 不知道諸位有沒有碰過 我之前也碰到有一位菩薩 他因為生病住院 然後康復回到家裡 那我們就跟一些居士菩薩們 去他家裡去關懷他 好啊 那到了家裡 我們說 大家幫他念一下佛號 祝福他 能夠早日康復 他說千萬別念 因為那是念給死人的 哇 還沒有死 他說那怎麼辦 那我們念觀世音菩薩的聲號好不好 好 所以這有一些觀念上 這是現在的一個情況 也是現實的情況 所以呢 今天 主辦單位 給我這個機會 我們 可以來研討一下 念佛法門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念佛除了往生以外 還有什麼功能 好 我們現在都好好的 有沒有 像剛才講的那一位菩薩 你千萬不要 不要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因為我還沒死 那所以往生是靈命中的事情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還好好的嘛 雖然說 人命無常在什麼之間 在呼吸之間 但是我們覺得還好好的啊 所以呢 我們覺得往生離我們還一段距離 那念佛法門 只有得到 發願往生嗎 它有沒有什麼修行的效果 其實是有的 就是在於我們今天的主題 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好 三昧這個 名詞 就是 在我們大聖佛法裡面 常常看到 請問一下 諸位看過多少種三昧 好 有守楞岩三昧 好 什麼 官佛向海三昧 好 很多種三昧 有聽過念佛三昧嗎 好 念佛三昧也是當中的一種 好 所以在大聖的經典 有非常非常多的三昧 甚至可以說是無量的三昧 非常多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三昧這個詞 這個名詞 它有另外一個翻譯 可能各位也聽過 也見過 叫做三摩地 這是它的泛文的原因 它的音譯 叫三摩地 就是三摩地 那也有我們把它翻譯成它的意識 翻譯成的意識叫做什麼 叫等詞 等詞 相等的等 詞 詞名念佛那個詞 等詞 也就是我們的心 念 非常非常地穩定 平等 平衡 叫等詞 這叫三摩地 所以三摩地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它接近於我們常常講的禪定 禪定 但是呢 在我們佛教中 禪定 又有另外一個詞 叫Dinaya Dinaya 禪定 那我們禪定 最常見到就是所謂的四禪八定 就是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這個是一種叫做色戒定 另外再往上走 另外再往上走 還有四個叫四空定 或叫四無色定 那三妹跟禪定 有什麼不一樣 它們都是一種心的一淨性 都一種心念的穩定性 那為什麼它發展出兩個名詞 最主要 在大聖的三妹裡面 它通於什麼 定心味跟善心味 也就是呢 簡單講 我們要得到禪定 一般是在定心味得到 也就是我們要靜態 要長時間的打坐禪修 這樣就可以贈得四禪八定 那三妹的話 它也可以有這種定心味 但是它有閃心味 這個閃心味 並不是表示散亂 表示一種動態的 在動態中 也能夠這樣 得到禪定 所以諸位有學過巴士動禪嗎 在動態的 他也可以訓練所謂的正念正定 那這就是大聖很特別的法門 諸位 可能會奇怪 為什麼我們大聖特別強調這一個 我個人的推測 可能是因為 我們大聖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 要度化眾生 要自立立人 那如果我們一天到晚 屬於一種靜態的 所謂定心味的打坐禪定 那我們比較沒有機會 跟外界跟群眾跟眾生接觸 所以在大聖來講 因為他必須要在世間度化眾生 所以他需要練習一種 可以在動態也能夠獲得的禪定 獲得這種三昧或者這種禪定以後 請問 對我們佛教來講 我們的禪定是用來做什麼 我們稍微想想看 我們為什麼要修禪定 它的目的是什麼 好 自立立人沒有錯 這個禪定就是我們要有身心的一種穩定狀態 這個穩定狀態最重要的是要怎樣 要增上智慧 增上智慧 也就是我們的心念 我們的身心能夠穩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比較容易冷靜的思考 如果大家在一個慌亂的 在一個緊張的這種情境之下 我們有沒有辦法很冷靜的去思考 去考慮一件事情 就很困難 所以禪定真正的目的 事實上是要增上智慧 那增上智慧 是什麼目的呢 是讓我們覺得視之衝變嗎 讓我們覺得很有知識嗎 有的居士菩薩搖頭 沒有錯 如果 增上智慧的目的是為了要 怎樣 有一種斷煩惱的正確觀念 斷煩惱 出世間的一種智慧 是為了什麼 斷煩惱得解脫 這樣可以嗎 所以禪定真上智慧 智慧是為了要解脫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 因為這種三昧跟禪定 並不是我們佛教的專利 不是我們獨有的 在佛陀那個時代的印度 有佛羅門教 還有反對佛羅門教的六四外道 這些沙門團體 他們有沒有禪定 有 佛陀出家的時候跟這個六四外道 還學很深的禪定 聽說修道非想非非想定 也就是呢 四禪八定的最高層 最高層 只是佛陀後來發現 錄了定以後 沒有煩惱 因為煩惱沒有辦法現行 那出了定以後 有沒有煩惱 不一定喔 如果我們還沒有徹底 亂煩惱的時候 煩惱它又會在現行 不知道諸位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們在參加禪一的時候 在參加禪七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 非常的親近 是不是 就是 那一天或那七天 哇 那個 金光萬丈 功夫非常好 對不對 然後下了山以後 怎麼樣 可能就破功了 為什麼 那個是 出定了嘛 不代表每一位都是這樣 但是有一個過程會這樣子 那就是禪定 它沒有真正怎樣 得到解脫 禪定必須要發展智慧 由智慧來斷煩惱 它才會得解脫 這個系統我們必須要強調一下 這個是修行很重要的一個次第 所以禪定或三昧非常重要 好 好 那如果禪定跟三昧 如果發現 這方法的操作 都不得力的時候 可能還要再往前去怎樣 檢討一個事情 叫做慈戒 好 持戒的目的 就是要增上禪定 如果各位受戒在持戒 好 只是一天到晚擔心有沒有犯戒 這樣會有一點緊張 好 我們做不好的地方 就是對於借向戒條有所違反的 不要緊 我們起懺悔心 重點是願意怎樣修改 好 願意修改起懺悔心以後 我們就要放得下 要自在 這樣的話 身心才會穩定 所以持戒是什麼 養成一個正確而良好的習慣 身心的習慣 這樣的話 會幫助我們身心穩定 身心穩定就會得到這個禪定 有這個禪定以後 我們可以冷靜的思維思考 我們就會增上智慧 有這個出世間的智慧 我們就可以斷煩惱 斷煩惱就可以得解脫 所以這個就是佛頭所講的三種無肉的學習 叫做三學 三無肉學 界定會 三無肉學 所以我們在談念佛三昧 一樣是在這樣一個赤地 跟學習的架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們再回到念佛三昧 在這幾週的一個研討當中 我們試著要從五個方向跟大家一起探討 那也就是說 希望把所謂的念佛法門 更有系統 還有更深入的了解 好 首先我們看一下 在投影片這邊有一個圖表 雖然我們同樣都是在談念佛三昧 但是呢 跟華顏經的架構下來探討 它整個深度跟廣度是不一樣 它是比較完整的 所以我們看這五個 第一個叫做念佛法身 第二個念佛功德 第三個念佛明智 那念佛明智就比較像 我們現在所流行的四種念佛的 當中的慈民念佛 那前面這三個我們注意看一下 一個叫念佛法身 念佛法身 這個就有點像四種念佛的十項念佛 直指眾生自信們 我們直接念到哪裡呢 念到眾生的自信 眾生的自信是什麼 諸位有沒有聽過經教上有一句話 叫做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 簡單的白話一點的解釋 心就是我們的心念 佛還有眾生 我們眾生是不是有心念都有 那這些佛菩薩是不是也有心念 有 他說心佛眾生 眾生就是凡夫 還有這些得解脫的聖賢 大家都有心念 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 那聖賢有心念 眾生也有心念 這些心念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很奇怪 很奇怪 我們的心念都沒有差別 那為什麼 我們有感受到那麼多的煩惱 感受那麼多的執著 感受到那麼多的痛苦 而這些成就的佛菩薩沒有 我們沒有差別嘛 那為什麼 我們凡夫眾生 要在三界六道裡面輪轉輪回 諸佛眾生 他可以超出三界六道 得到解脫 那到底是有差別 還沒差別 那這邊講的是 有差別沒有錯 那這邊講的沒差別是什麼 沒有差別 它沒有差別的部分 就是在一個自性的清淨心 這個部分沒有差別 也就是簡單白話的講 什麼叫自性清淨心呢 就是我們眾生都有一種叫做覺性 都有一種覺悟的這個能力 這種覺性 有時候我們又把它叫做法性 又把它叫做佛性 因為佛就是覺者 覺悟的人 其實我們眾生都有這個覺悟的能力 只是強弱可能有差別 所以差別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夜視 夜報 還有這個覺性的 強弱的差別 那沒有差別是什麼 我們都有這個覺悟的能力 這個必須要承認 所以我們如果念佛的法身 直接念到我們的自性 直接念到切入我們的 我們的覺性 直接切入到我們的自性 這個念佛的味道 還有它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就比較困難一點 這就是直接到實相 直接到實相 那後面我們會詳細談 第二個 念佛功德 出身諸佛報化門 好 念佛的功德 這個就比較像我們的觀想 或觀像念佛 怎麼說呢 因為佛的三十二項 八十種好 就是因為諸佛菩薩 他們在圓滿福德跟智慧的時候 圓滿他的報聲 圓滿他的報聲 所以他一個親近的報聲 就是三十二項八十種好 所以我們在觀佛像 那在觀想裡面 也都是 除了佛像是佛的什麼 我們叫做正報 正報就是佛的他自己的主體 然後他還有客觀的環境 叫一報 一正二報 一正二報簡單的解釋 就是我們身為人 我們身為這個人生 這個社生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武運 就是我的正報 我的正報是人 那我的一報是什麼 一報就是 我的高矮 胖瘦 我的環境 美醜 這些都是我的衣報 還有我的種種 情緣眷屬這些 附屬性的 所以念佛功德 出身諸佛的報化門 也就是四種念佛裡面的 所謂的觀像跟觀想念佛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 念佛明智成就最盛方便門 這是四種念佛裡面的 慈敏念佛 它是最盛方便 最殊聖 最殊聖 而且最簡易 最方便 這個我們後面也會再解釋 所以前三項 就代表著 歷朝歷代 所留下的四種念佛方法 第四個 那個就是 華言的境界了 念毗奴遮那佛 頓入華言法界門 我們知道 華言的法界 以哪一位佛為代表 就是毗奴遮那佛 毗奴遮那佛 我們在五共的時候 有沒有 供養清淨法身 毗奴遮那佛 就是這位毗奴遮那佛 這是華言法界的一個代表 那也是所謂的初始佛 也是三世諸佛 都是從毗奴遮那佛所演化或衍生的 我們有時候把它稱初始佛 那所以念毗奴遮那佛 它的目的就是 從這個禮路上 從禮路上 頓入華言法界門 是直接進入什麼 始法界 直接進入所謂的 是無外法界 理無外法界 理是無外法界 事是無外法界 好 這些法界 以前我們在研討華言經裡面有提過 等到第四周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再詳細做討論 好 第五個 第五個 現在的慈民念佛 所發願往生的 念的是哪一位佛 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成就的暴徒 成就的世界叫什麼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阿彌陀經裡面有講 為什麼叫極樂世界 各位還有印象嗎 因為極樂世界 什麼 無有眾苦 但受諸熱 他沒有怎樣 惡因緣 他沒有這些 三界六道 娑婆四界 五卓二世的這些痛苦 好 那我們在淨土法門裡面 都懂得要念阿彌陀佛 懂得要求生極樂世界 但是呢 不要忘記 到極樂世界 是終極目標嗎 可能還不是喔 到極樂世界是享樂享受嗎 不是喔 如果他是享樂跟享受 那就跟天界是一樣的道理嘛 那是不是就跟基督宗教的這種天堂思想 就很類似了 他不是喔 不是享福報的 他是去那邊做什麼 修行的 沒有錯 那那邊怎麼修行呢 要是有什麼行 這邊指出來告訴我們 要圓滿的普賢大院門 普賢有幾個大院 十大院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十大院 那在我們的《華嚴經》裡面有一品就叫做 普賢行願品 普賢行願品 所以他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發願往生的一個階段性目標 在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四十八院 有願意來接引眾生 到那邊好好地修行 修什麼呢 修這個普賢大院 也是修普賢的行願 修普賢行願 最後呢 還是怎樣 要成佛 這樣子 從這個五個階段 五個方向來探討 這個念佛法門會比較一個完整 而且會比較深入 特別是第五個 我們現在 我們剛才講的一些例子 聽起來像在講笑話 但是實際上是我們這個時代 大家對淨土的觀念 而且是很普遍的觀念 很多人 他的目標只有發願往生 當然是很好 當然是很好 但是不要忘記了 去那邊 就像諸位所講的 是要繼續的修行 只是他的修行環境 沒有二因緣不會退轉 它是一個修行的好地方 值得我們嚮往 當然喔 這個不能勉強 人各有志喔 我們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說一定發願往生 才是正確 沒有這樣子 有一些祖師大德 他這種菩薩道的思想 他要再來說婆度化眾生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呢 要看大家的志向志願來決定 不過呢 在末法時代 末法時期 諸大經論都這樣 很強力的推薦淨土法門 因為他最適應 末法時代的眾生 而阿彌陀佛也了解 了解一個什麼呢 修行 有點困難 請問大家覺得 修行是容易還困難 有人說困難 又有人搖頭是這樣 容易 修行容易還困難 我們大約有幾張投影片 我們再來深入探討 好 首先 花一點時間 把一些名詞 還有我們所要探討的切入點 跟各位做一下介紹 那我們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才準備要進入主題 希望大家不要睡著了 好 我們看一下總綱 也就是說 我們整個要探討的內容 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文字 我們出自於 有一部《華言念佛三昧論》 我們清代有一位 彭濟清居士 他做一個整理 雖然他是居士 但是他把這個算是 整理得相當的完備 因為清代已經是離我們比較近了 前面已經有那麼多朝代的重要的經論 那想必他都有讀過 想必他有做一些整理 所以我們用他的一個論 當作我們的教材 當然我們也會補充 在經典上所說的 好 他說念佛法門租金廣佔 約其總貫略有惡徒 也就是說 念佛的這個方法 這個法門呢 很多租金廣佔 很多經論 廣泛的推崇 讚嘆 約其總貫 如果我們 把它總體的看一下 貫穿來看 整體的來看 大致上有惡徒 或者是兩種 這個徒 就是跟那個路途的徒 是通用 有惡徒 或者是大致上有兩個方向 或兩類 哪兩類呢 一種叫做普念 普遍 普遍性的念 另外一種叫做專念 什麼叫普念 什麼叫做專念 普念就是說 我沒有特定要念哪一尊佛 普遍的 我三世諸佛 我都念 叫普念 另外呢 專念就是說 我是專門念哪一尊佛 或專門念哪一個佛號 那我們看喔 他有舉例 他說 如觀佛向海經 還有佛不思議境界經等 但免普念 普遍的 好 如果我們注意看這兩部經 它裡面談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前面講 怎麼樣 去觀佛的什麼 像好 去觀佛的三十二像 八十種好 去觀佛的 清淨光明 去觀佛的 功德 這兩部經都是這樣 但是他沒有 專門 指明道性的說 念哪一尊佛 因為三世諸佛 三十二像 八十種好 其實 都非常的相近 那個 我們在法谷山的大殿裡面 是不是有三尊佛像 那是三尊佛像 大家怎麼區別 或者另外一個問法 就是說 這三尊佛像是不是都很像 是不是 所以 它的像好光明 是 是不是一樣的 那怎麼區別 手印 手印 沒有錯 還有他手上拿的法器 只能從這邊區別 所以這種就是普念 普念就是 直接看佛的清淨 看佛的像好光明 看佛的功德 那另外一個叫做 流離光如來經 就是很有名的 藥師本願功德經 還有阿促佛經 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就是無量壽佛 無量壽佛是哪一尊佛 就是阿彌陀佛 因為阿彌陀就是無量光 無量壽 所以有時候就翻成無量壽佛 有時候翻成阿彌陀 阿彌陀 特名專念 就是無量壽經 他專門唸哪一尊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經 唸的是哪一尊佛 阿彌陀佛 那那個 藥師流離光如來經 唸的哪一尊佛 藥師佛 好 所以這兩種 今此華言 一多相路 主辦交融 極致極他 一專一普 那這就是華言念佛三妹的特殊之處 好 這麼多念佛的方法 歸類兩種 普念專念 請問哪一個比較好 都很好 那怎麼辦 所以要進入華言世界 一多相路主辦交融 一專一普 任何進入任何一門 你念任何一佛 通念諸佛 以前廣經老和尚 有沒有 他在四縣元吉的時候 然後那個弟子都很緊張 就趕快要來送金 然後問廣經老和尚要送什麼金 廣經老和尚用明來語說 龍中雄 他的弟子 趕快把所有金拿出來 就趕快送完一本接著一本 結果廣經老和尚自己在做什麼呢 他在念阿彌陀佛 這只是一種視線 阿彌陀佛通一切 三世諸佛通一切金教 那這個就是華言境界來看 念佛三昧 一專一普 哪一種對都對 從哪裡切入高興就好 好 在上一個小時 我們討論到 念佛法門 大致上有兩類 一個是普念 一個是專念 普遍的 這個念佛 包括他的功德 向好光明 專念 就是對專一的 一尊佛 來修念佛 我們看一下在投影片裡面 最後一行 金齒華言 一多相路 主辦交融 極致吉他 這個是一個華言經 很特殊 而且怎樣 很精彩的一種法界觀念 一多相路 我們剛剛講普遍 三世諸佛 需要都念嗎 還是要念 專一的一尊佛 其實這樣都是可以的 叫做一多相路 它是互設互入 它並沒有障礙 所以你念一尊佛 也很好 也會正念佛三昧 那你有能力 唸無量佛 它也可以正念佛三昧 這叫一多相路 就是互設互入 另外叫做主辦交融 我們剛才講有普念專念 專念這邊有介紹 藥師如來 阿俗佛 無量受佛 那我們在假設 色問 那念哪一尊佛 比較好 沒有錯 都好 叫做主辦交融 如果大家有讀 有關於 所謂的淨土經典 它會提到說 阿彌陀佛光明微微 最為第一 阿彌陀佛 它的清淨光明 微微 微微就是 它的清淨 非常宏大 光明微微 最後一句話要注意 最為第一 也就是 從字面上來解釋 阿彌陀佛的清淨光明 是怎樣 最殊深的 其他佛 比不過的 因為是最為第一 那最為第一 那其他佛 不就被比下去了嗎 是不是 不會 沒有錯 為什麼不會 因為主辦交融 主 辦 也就是 有什麼 主角 還有什麼 配角 當我們在談 無量壽經 就是在講 阿彌陀經的時候 誰是主 哪一尊佛是主 阿彌陀佛是主 誰是配角 三世諸佛就變成配角 它沒有比較低喔 它只是主角 跟配角 角色的扮演不同而已喔 所以這時候就講 阿彌陀佛光明 微微 最為第一 我們不要被字面上 給這樣 綁死了 有的居士 曾經問我 阿彌陀佛光明第一 我說沒有錯 這是經教上講的 那他說 那其他佛他不要唸了 因為他要唸第一佛 他這樣才可以成為第一名 這個我們必須要 從華炎經的觀念來看 叫做主辦交融 等到阿彌陀佛經 在談阿彌陀佛的時候 阿彌陀佛就是誰 主角了 三世諸佛就變成配角 在講要師如來 本願功德經的時候 誰就是主角 要師佛就是主角 三世諸佛就變成配角 主辦交融 大家只是角色扮演 三世諸佛互射互入 角色扮演不同而已 極致極他 亦專亦譜 所以你要普遍的念三世諸佛 或者是你要專一的念 一尊佛 都是可以成就的 我們必須要從華炎經來建立 這個觀念 所以有人說 淨土法門非念阿彌陀佛不可 好像對 也好像怪怪的 因為大家的慈名念佛 目前就是念阿彌陀佛 所以 這個也不要陷入對法的一種執著 非念他不可 或者非不念他不可 有些人 他反彈 你們都念阿彌陀 我偏不要 這其實也是一種執著 好 亦專亦譜 所以專念跟譜念 通通都是可以的 我們再繼續看 總綱的部分 略標五億 以貫全金 五個重要的意義 五個重要的重點 五億 五個重要的意義 貫穿全金 好 也就是他把這部論的整個重點 把它提出來 這五個我們剛才在圖表中有看過 大家可能還有印象 第一個 念佛法身指指眾生自信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念佛功德 出身諸佛 報化們 第三個 念佛明智 成就最聖 方便們 那我們剛才有補充解釋 第一個 就是類似我們念佛四個法門的十項念佛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類似我們念佛法門 四種裡面的 觀像跟觀想 這兩種 第三個 念佛明智 成就最聖方便們 這個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我們現在最流行的 慈民念佛 好 第四個 念疲奴遮那佛 頓入 華言法界門 進入 頓入 第四個叫頓入 第五個叫圓滿 所以我們念佛法門是一個 圓滿 而且又是頓悟的法門 叫做圓頓法門 既圓滿 而且要快速 這個快速不是時間上的快速 而且是說 它就像我們頓悟跟劍悟 有頓有劍 頓悟 頓入這個華言法界門 它可以 比較短的時間內 可以了解整個華言法界的觀念 第五個 念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是圓滿普賢的大願門 好 我們看最後一句 別聲問答 禍破群吃 也就是它後面會自己提一些問題跟解答 自己提問自己解答 來呢 禍破群吃 幫助我們怎樣 讓我們的疑惑 愚吃 可以得到破解 普語見聞 同歸一聖雲耳 那希望說 能夠讓大家共通 普遍 普遍的讓大家都能夠 耳見 眼見耳聞 讓大家能夠知道的意思 普語見聞 讓大家能夠 了解 知道 同歸一聖雲耳 它的目的喔 講得很清楚 同歸一聖 這個聖 大家有看過什麼聖 有沒有聽過 聖文聖 有沒有聽過 還有圓絕聖 還有菩薩聖 還有菩薩聖 叫做聖文 圓絕菩 這樣有幾個 三聖 三聖 有時候在經教上 我們把聖文圓絕 歸於大聖還小聖 歸於小聖 那什麼是大聖 就是菩薩聖 跟什麼 還有一個 我們沒講到 叫佛聖 佛聖 那大小聖 是一個相對的 也就是 那個聖文圓絕 相對於菩薩跟佛 是比較這樣 格局小的 相對於佛跟菩薩 那對我們凡夫 大家不要一看到小聖 覺得這沒什麼了不起 好 但是那個小聖的聖文圓絕 他們是斷鏡煩惱 聖文聖 最高可以證什麼國位 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最高國位是四國 又叫什麼 阿羅漢國位 那我們能夠親世 小喬阿羅漢嗎 不行 他們斷鏡煩惱 不受厚友 我們天天還煩煩惱惱 他們高我們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我們沒有資格親世的 他的小聖是相對於佛菩薩而言 那為什麼佛菩薩認為說 這個格局還太小 那我們圓絕聖 可以證圓絕佛或批自佛 但是他們有一個特點 就是什麼 自求解脫 證阿羅漢或批自佛 他們就可以斷鏡煩惱得解脫 但是誰解脫 自己 修行的人自己解脫 別人對他來講不是重點 大聖的話 觀念就不一樣 他是自他解脫 剛才是自己求解脫 自求解脫 這是自他解脫 什麼叫自他解脫 自己跟別人叫他人 自他解脫 而且要幫助一切眾生得解脫 格局是不是不一樣 主要的大小聖是在這邊 一個心量上的這種格局不同 那他的目標也有所不同 所以就區分出大小聖 好 我們看到最後一句話叫 同歸一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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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聖文聖嗎 好像不是喔 圓絕聖嗎 不是喔 菩薩聖嗎 還不是喔 菩薩最高未接修到十地 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對不對 但是還有沒有更圓滿的 有 所以這邊的同歸一聖指的是佛聖 佛聖 所以在我們法華經裡面 都有講 聖文 圓絕 還有這個菩薩三聖 三聖這樣 會歸一聖 我們諸佛菩薩之所以 開示誤入佛之之見 就是要開三顯一 就是要同歸一聖 同歸佛聖 那什麼意思 諸佛菩薩 初心於世 他之所以在這個世間出現 是為了要開示誤入 要開導 要視線 要讓我們覺悟 要讓我們怎樣 正入什麼 正入佛聖 什麼叫正入佛聖 就是要一切眾生能夠成佛 這是諸佛出現的目的喔 所以呢 我們如果不成佛可不可以 不行 有很斬釘截鐵的答案 我們如果不成佛 坦白講有點辜負諸佛的這樣 美意 是不是 辜負三世諸佛的一種期許 所以大家要努力 同歸一聖 好不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看 那我們今天 主要來探討第一項 念佛的法身 指指眾生自信們 那我們講就是古時候 然後所傳四種念佛裡面的實相念佛 坦白講實相念佛並不容易 它有一種觀念上的理解 還有一種理路上 甚至還需要一些想像力 所以它不像實名念佛 這麼樣的簡易方便 不過呢 即便我們現在學的是實名念佛 如果我們對這種實相念佛 或者是念佛的自信 有所了解 你會發現喔 你念這個六個字的佛名 或四個字的佛號 那個味道是不一樣的喔 不相信 我們把這個介紹完 然後大家去試試看 念念看 你就發現 你念的這個六字佛名 或四字佛名 不再只是陰聲而已喔 它是有一種自信光明的 這個意涵在裡面 那你會念起來 越殊勝 念起來就會越發喜 而且越清淨 所以在理路上 我們還是要稍稍探討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投影片這一段的文字 我們上面給大家一個標題叫做 自信佔極光明 這個佔極就是呢 極盡 就是我們的自信 自己就是清淨光明 自己就是非常的清淨光明 好 這段經文一開始講 無人固有之信 佔極光明 我們自己喔 我們的本性啊 它就是很清淨的 不但是很清淨 極盡的極盡就是清淨 而且還光明 是發光的 清淨又發光的 遍周擦城 這些光明喔 不是小小的電燈泡 不是像我們教室裡面的 這個天花板的燈 就照明的範圍在這邊 它是怎樣 遍周擦城 什麼擦城呢 擦就是佛擦 十方的佛土 這個十方的佛土 我們都把它磨成圍成 磨成圍成 它所佔據的空間 遍滿這個周片 這些 等於說遍滿法界 一切無量無邊的 這個宇宙這個空間 這個光明這麼樣的強大 看完以後 有感覺嗎 有沒有感覺自己的光明 是這麼樣的強大 大家都靜默不渝 這是經論講的啊 怎麼大家有點懷疑 沒有錯 會懷疑 好像看不到自己的自信光明 不但沒有自信光明 而且不見得很親近 我們早上還在煩惱某些事 我們早上還在貪灼某些事 我們早上還為某件事情 跟人家生氣吵架 是不是 貪嗔痴 我們還在裡面這樣打轉 怎麼體會不出 清淨跟光明 就這個極淨光明 而且這個光明竟然騙周擦城 成差 騙虛空法界 跟我們的認知好像有點落差 是不是 沒有錯 我們的感覺是會有落差 但是經教上也不是空講 也不是胡亂講 是什麼呢 我們本來固有之信 就是清淨光明 而且呢 諸佛別無所正 全正眾生自信 諸佛菩薩他們能夠成就 變成三十二項八十種好的清淨光明 跟我們眾生啊 我們這種決心 跟我們眾生的清淨自信 是一樣的 這大家相信嗎 很難相信耶 諸佛菩薩很莊嚴地坐在那裡 我們眾生跟他的禮拜 那我們呢 日常生活 我們還在煩煩惱惱 好像不像經常所講的這樣子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一個就是說 從理論上是這樣 其實事實上也是這樣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一種現實面 我們被種種的煩惱跟無明 這樣障礙出了 今天假如教室這些燈光 如果我們上面都給它覆蓋一層灰塵 都給它塗上一層的泥土 會怎麼樣 會這麼亮嗎 沒有 所以我們的自信光明就是一樣 被這些煩惱無明的塵土所覆蓋 在經論上有一個譬喻 我們的自信像一個模擬寶珠 大家有看過那種寶珠嗎 珍珠有看過嗎 有沒有看過夜明珠 夜明珠比較少見 它是會發光的 那這些會發光的這些寶珠 如果你用塵土把它蓋住 看到到光明嗎 看不到 那我們眾生的現況就是這樣 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光明 其實它的光明就跟諸佛如來是一樣的 不但清靜 而且它的光明片周差沉 所以我們要不要想想辦法 讓這個光明再現 要不要想想辦法讓它重新清淨 那要怎麼辦 就是趕快把外面這一層 成垢給它 把它剝掉 把它擦亮 把它擦亮 等到我們剝掉 成垢就是斷出煩惱 等到我們把它擦亮 就是圓滿佛頭的智慧跟福德 那就跟佛一樣 也就跟它一樣的光明 所以第二句 如來出現品 在那個華言經的如來出現品 菩薩摩赫薩 因知至心念念 常有佛成正絕 在華言經裡面有講 菩薩摩赫薩 再加一個摩赫薩 摩赫薩就是大菩薩 菩薩摩赫薩 有時候我們彼此尊稱 某某菩薩 那有些居士說 不敢當 不要叫我菩薩 可以當 沒有關係 為什麼 菩薩有好幾種 那個在出地以上的菩薩 叫做地上菩薩 有十地 出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一直到十地 就是地上的菩薩 那還沒有錄出地的菩薩 出地我們知道是歡喜地 還沒有錄出地的菩薩 叫做地前菩薩 一個是地上的 已經登地了 一個還是在知良位 還在家行位的 也可以尊稱菩薩沒有問題 只是它是地前菩薩 所以菩薩有好多種 那這個大菩薩 那就是不能隨便稱呼 那這個大菩薩在經教上 討論 到底是 第幾地 那看法有一些不同 不過約列大概都是 第七地到第八地 正這個無聲人位的 這個就是菩薩 所以我們互相尊稱菩薩 沒問題 那尊稱大菩薩 那就要掂量掂量 看有沒有這個正無聲法人 好 他說什麼呢 菩薩摩荷薩這些大菩薩 因知知心 要知道我們自己的心念 自心 自己的心念 我們這心念裡面 念念常有佛成正覺 為什麼 我們每個心念 裡面有成佛的 這種覺醒 成佛的正覺 你說法師我找不到 以前主事大者說 你找不到覺醒 把你的心拿出來給我 我幫你找 這覺醒不用找 那個覺醒就是 我們都有一種覺悟的能力 這種覺悟的能力 要在我們親近的時候 它才能夠顯現出來 如果我們在煩惱的時候 這個就顯現不出來 我們就沒有辦法覺悟 我們在貪求的時候 看不看得到覺悟 很難喔 我們在憤怒的時候 稱會的時候 看不看得到 這個覺悟也很難 所以一定要 讓我們的親近 沒有煩惱 它就有這種 有佛成正學的這種覺醒 這種覺醒 這種覺醒包括什麼 大家不要把這個覺醒想得太難 比如說 我們現在在研討 我們有一個道理 大家經過去思考 去了解 去體悟 這個都是覺醒 我們現在麥克風傳出來的聲音 大家從耳根聽進去 去了解 去體悟 就是一種覺醒 如果我們把這個覺醒到圓滿 就是觀世音菩薩的這樣 耳根圓同 我們聽到的聲音 現在麥克風聲音 我們可能感覺 好聽不好聽 感覺有道理沒有道理 喜歡聽不喜歡聽 但是觀世音菩薩他不是這樣分別的 他是聽進去以後 馬上反觀自己的自信 他馬上去看自己那個覺醒 自己怎麼樣去反應跟接受這種 這種外來的聲音 跟耳根之間的互動 然後去看到自己的一種親近 去看到自己的本性 那當然這是一種修行法門 也是觀世音菩薩他成就的 一種能力 好 這邊他就開始有一些問答 他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 我們眾生都有這個 跟如來一樣的自信親近 我們眾生的心念 就跟佛一樣 都有這種覺醒 都能成正確 好 開始 真的嗎 他就提問 何以故 這什麼道理啊 好 他就自己做解答 所以我們注意看 在這些文字當中 只要看到何以故問號的 那個就是在說明解釋的 我們就注意看一下 諸佛如來 諸佛如來 不離此心 成正絕故 諸佛如來 他要修行 要圓滿智慧福德 跟我們眾生 這個心 跟我們眾生的覺悟 跟我們眾生的覺性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如至心 一切眾生 心意如是 諸佛如來的心 跟一切眾生 他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一如是 一樣的 稀有如來 成等正絕 廣大周遍 無處不有 不離不斷 無有修習 眾生的這個覺悟的能力 跟諸佛如來 成等正絕 等正絕 我們有時候 常常會看到 像心經裡面講 成就什麼 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那個是他的音譯 如果他的意思翻出來 就是這個 等正絕 等正絕 一種平等而正確的覺悟 等正絕 無上的正等正絕 廣大周遍 無所不有 無處不有 在法界裡面到處都是 不離不斷 無有修習啊 眾生的覺性 並不會因為 並不會因為 我們有煩惱 而停止喔 眾生的覺醒 會不會因為各位睡著了 沒有覺醒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睡著了有沒有覺醒呢 如果睡著了以後就沒有覺醒 我們別人去叫你 會不會叫得醒 我們鬧鐘響你會聽得到嗎 有風吹草動 小偷來了 你曉得嗎 不曉得 我們的覺醒從來沒有停過喔 即便我們在睡眠 即便我們在休息 在休息 我們的覺醒一直都沒有停喔 下回大家要睡覺的時候 注意看看 但是不要注意下去就睡不著了 而且呢 有時候我們如果 第二天早上我們需要早起 第二天早上我們有特別的時間 我們有時候可以暗示自己 明天五點鐘要起床 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你就可以準時起來 你要先告訴自己的心念 說我明天什麼時候要起床 我要早一點起床 他就可以 是不是 所以他一直有一個覺醒在運作 這個覺醒 不因為我們睡眠休息 也不因為我們起煩惱 大家就說不會啊 我起煩惱的時候 我什麼六親不認了 我怎麼會有覺醒 還是有覺醒 但是那個覺醒暫時被掩蓋了 那個覺醒會出現在哪裡 等你生完氣 該罵的罵了 該打的打了 你在後悔 對不對 那個後悔也是一種覺醒 你會判斷 會判斷是非 這都是覺醒 這個覺醒 這個覺醒從來沒有 不離不斷 無有休息 從來沒有離開我們 幼雲無一眾生 而不具有如來智慧 每一位眾生都跟諸佛如來 相等的智慧 這個更加難相信 很多居士都找法師問說 法師我智慧不夠怎麼辦 那如果問到我 我說我也智慧不夠啊 誰智慧夠 就是成就的這些佛菩薩才智慧夠嗎 我們當然智慧不夠 智慧不夠什麼 就是慈戒禪定正上智慧 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去積累 慢慢去修 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 沒有任何一個眾生 是沒有如來的這種無上的智慧的 但是呢 表現出來是這樣嗎 現實面不是喔 為什麼 但以妄想顛倒執著 不能真的 我們其實就是我們自己障礙自己 所以不用再問有沒有智慧了 智慧是都有的 我們要問的是有沒有 妄想顛倒跟執著 只要妄想顛倒跟執著 現行在作用在升起的時候 那個當下是沒有智慧的 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重點在哪裡咧 我們就要想辦法去處理 妄想顛倒和執著的問題 好 只要能夠處理 以後我們就可以證得正等正確 若離妄想一切智 自然智 無礙智 則得現前 這邊講三種智慧 這三種智慧 有時候經論我們會講說 這個是菩薩的 這個是佛的智慧 不管怎麼樣 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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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切智 就是表示佛的智慧 至高無上 所有寒掛一切的智慧 自然智 無礙智 沒有障礙的 所以這三個我們也可以把它解讀 就是佛的智慧 只要離開妄想 顛倒執著 遮得現前 心經是不是有這一句話 遠離怎樣 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究竟涅槃是什麼意思 就是解脫 怎麼能解脫 就是正得一切智 無礙智 自然智 佛的智慧 就可以斷盡煩惱得解脫 究竟涅槃 好不好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好 剛才那句話 講到這個如來出現品 出自於華顏經 我們這邊也把它引出來 找出它的出處 在華顏經裡怎麼講 佛子 菩薩摩赫薩 因知知心 念念常有佛成正訣 有沒有一模一樣的 何以故 諸佛如來 不離此心 成正訣故 如智心 一切眾生心 亦復如是 好 所以接下來 稀有如來成等正訣 廣大周遍 無處不有 不離不斷 無有休息 這是不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好 但是底下有一句不太一樣 這一句話 剛才的論沒有把它引出來 入不施意方便法門 我們要入這種不可施意 這種念佛的方便法門 那就是怎麼樣 就是要用這種覺醒 就要運用這個覺醒 言下之意 我們所謂的實相念佛 或乃至我們現在最方便的 持民念佛 要念到什麼 要念到有覺醒 千萬不要只停在這個陰聲 不要停在陰聲 如果這個陰聲 能夠再加上覺醒 每一句佛號 什麼叫有覺醒 就是每一句佛號 它是清淨光明的 大家試著 用觀想也好 用想像也好 南無阿彌陀佛 非常殊 非常清淨 非常光明 這樣念出來那個佛號 那個力量無窮啊 南無阿彌陀佛 我常常看到 有菩薩在念佛 我都替他感到緊張 他持民念佛 他就沒有這個自信 所謂的自信念佛 這個佛號就在自信 阿彌陀佛也在自信 然後他把阿彌陀佛 當作一個遙遠的目標 緊緊抓著他 緊緊去求他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看他都整個 整個眉頭是緊揍 緊揍在一起的 這樣念佛 覺得 好有壓力 我們旁邊的人都覺得 替他很緊張 所以如果 一樣的持民念佛 我們有這個 自信精進的 這種觀念裡面 我每一句佛號 代表的就是 無量光 代表的是無量壽 周遍法界 無處不有 再帶一點想像 再帶一點 這個觀想 我每一句佛號的陰身 我念佛號的自信光明 充色法界 這是多麼一個殊勝 舒服 法喜 的一種修行 所以如果在座 有試過念佛 把這個自信精進加上去 應該會有一番不一樣的味道 這樣可以入不失意的方便法門 佛子菩薩摩赫薩 因如是之 如來成正絕 剛才我們觀想 這還是他的 清淨光明 現在呢 阿彌陀佛是以臣之佛 我們念阿彌陀佛的眾生是未臣之佛 以臣之佛跟未臣之佛 請問未臣之佛是不是佛 他說法師你怎麼這樣問 未臣之佛嘛 是未來佛嘛 只是現在還沒有成佛 現在還沒有成 但是我未來一定成 念得很高興 念得很乏喜 而且呢 念得越來越有信心 因為菩薩摩赫薩因如是之 如來成正絕 我們相信諸佛如來 就是靠他的決心成就的 我們的慈民念佛 帶著自信光明 帶著如來的決心 我們繼續修下去 會不會成佛 會 對 是不是非常非常地篤定 有信心 是不是一定要來預約祝念 就不一定了吧 當然我們不排斥祝念 祝念是一個大家很好的互相協助 但是呢 最重要還是當事人 自己要發願 自己要修行 主事大德一再告訴我們 往生與否 在於是否願力 品位高下 再來什麼 在休息嘛 所以呢 還是要修行 還是要發願 好 那我們繼續再看下去 好 雲和 離於妄想 哇 現在講到修行的重點 我們知道已經建立了一個觀念 我們都有決心 我們都有自信親近 但是呢 因為顛倒執著妄想 那怎麼辦呢 我們怎麼離開妄想 虛知一切眾生 顛倒執著 全是諸佛法身 欸 這有一個新的觀念 我們是不是會 想要 離開 執著妄想顛倒 對不對 執著妄想顛倒 好不好 對修行來講不好 對不對 雖然不好 顛倒妄想執著 是別人還是自己 自己 清淨光明是別人還是自己 也是自己 所以我們也不要把這個 妄想顛倒執著 看得太實在 好 雖然對修行來講 這是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呢 虛知一切眾生 顛倒執著 全是諸佛法身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句話很奇怪 諸佛法身是清淨光明 為什麼會有顛倒執著 那就是 只要 清淨光明顯現 自然就沒有顛倒執著 只要顛倒執著 自然就沒有清淨光明 跟我們 手 手心手背 是不是都是手 現在就是看你翻正面反面 你是翻手心和手背 我們要建立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對我們大聖佛法是 很重要的 不然的話 我們把這些 顛倒妄想執著 看得太實在 我們很容易最後會走往 深文解脫道 為什麼 我們就會急著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急著解脫 因為我們認為它是非常不好的 在大聖的觀念它更深入更 更廣大 也不要把這個 煩惱痛苦執著 看得太實在 為什麼地獄道的眾生受地獄的苦 因為它把地獄的苦爆看得太實在 為什麼會變成出生道的眾生 就是對出生的夜暴看得太實在 諸位可謂說 法師你講得輕鬆 哈哈 我們只要不要有地獄的想法 我們就不會入地獄了 我們不要有出生的想法 就不會落入出生道 你講得太容易了吧 但是事實上確實是如此 困難的是 我們不要它想它偏偏要想 也就是它明明不是一個很實在的東西 三界六道其實也不是實在的 煩惱執著也不是實在的 但是我們業力在運作 在現行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它是很實在的 這個要小心 好 那我們就知道 其實回歸到一句話 完全就是我們怎麼樣去處理我們的心念 我們的心念只要朝著自信光明 就是諸佛如來 我們的心念朝著執著顛倒 就是三界六道 必須要先建立這個觀念 好不好 有這個觀念修行就不是那麼痛苦 就是選擇 這樣可以嗎 就是你要選擇清淨光明 還要選擇顛倒執著 雖然我們現在講起來輕鬆 但是做起來需要努力的 這個是 經論上都這樣子告訴我們 與此信仁 他說顛倒執著長至即滅故 他在解釋為什麼呢 因為顛倒執著也是無常 假如顛倒執著是長 是很長的 那我們就不用修行了 為什麼 你怎麼修也改不了 就是因為他也是無常的 我們才可以提升 我們才可以斷除他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觀念 長至即滅 他也會變化 他也會消失的 與此信仁諸佛法身 無處不限 清淨圓滿 終不容他 那這也是講到一個念佛的重點 也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講到 你要顛倒執著還是清淨光明 是選擇 那也就是你的心念選擇要放在哪裡 所以我們的念佛要選擇 即使即便是慈民念佛 我在慈民念佛的時候 我的心念也要選擇在清淨光明 如果沒有這個觀念 就會有一個後遺症 特別是念佛的老修行 大家就拿著數珠 拿著計數器 嘴巴念念有詞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但是他的心念不一定放在清淨光明 他的心念可能放在妄想雜念 然後結果誰在念佛 念珠在念佛 然後呢 計數器在念佛 然後自己的心念沒有念佛 那請問誰往生 開個玩笑 念珠往生了 計數器往生了 所以要有這個自信清淨的觀念是很重要 它是一種選擇 你念佛慈民 你實相念佛 觀相念佛 觀相念佛 一樣 你要把這個心念要有所選擇 是選擇在這個顛倒執著 還是要選擇在清淨光明 這個必須要注意 好不好 所以呢 與此信入 這樣來相信 這樣來進入修行 諸佛法身無處不限 你任何一句佛號 你任何一個念頭 哇可以跟諸佛相應 跟諸佛相應是什麼 諸佛的他的特質就是清淨 你只要跟清淨相應 就跟諸佛相應 就這麼簡單 理論上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要維持 時時刻刻都清淨 那要功夫啊 我們常常講的決心 大家都做得到 真的 這種決心這種清淨 大家可不可以做到一秒鐘 兩秒鐘三秒鐘 不要妄想雜念 絕對做得到 好 那從三秒鐘變成三分鐘 就不一定 從三分鐘再變成三小時 又不一定 為什麼 那就要訓練 要練習 好 所以諸佛法神無處不限 清淨圓滿 終不容他 念念不迷 心心無所 也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的心念 選擇在清淨圓滿的時候 這時候會有顛倒夢想嗎 它沒有空間 它沒有空間 有時候就是 你現在請翻手心 還是要翻過來 守備 二者選一的時候 你選擇清淨光明 我們就讓這個煩惱自作 沒有容身之地 叫終不容他 念念不明 心心無所 不迷就是覺悟嘛 迷霧之間嘛 我們的心念不會迷惑 我們心念有決心 心心無所 我們就不會有執著 不會有我 我所 心心無所 就是不會有執著的意思 從此起行 聚足大悲 就盡大慈 這樣才能夠真正發揮 慈悲心 慈悲喜捨 於身無所取 於修無所著 於法無所著 我們不會執著自身 也不會呢 對我們的修行 包括修行的成果執著 對修行的法門 也不會執著 立實柱實行 實回向實地 這是我們菩薩道修行的過程 不離當念因果原成 也就是我們在念佛的時候 通於各個位階 這個所謂通於各個位階 就是說實柱它也有清淨的部分 實行也有清淨的部分 他們是有共通的部分 所以品味高下 不在於那個值的問題 就是清淨的品質我們是都有的 反而問題是不是能夠穩定 有那個量 就像大家的清淨心 可能有三秒鐘 但是沒有三分鐘 沒有三小時 那我們可能就 三秒鐘我可能只有實柱實行 實回向 我登不了實地 差別在這裡 不離當念因果原成 故曰 才發菩提 即成正絕 這句話我們常常聽到 並不是說我一開始發菩提心 我就成佛了 而是說我們發菩提心的最初的心念 跟成佛那個心念 有沒有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 那個決心 那個自信 那個自信 沒有不一樣 所以華嚴經有一句話 有一個觀念 叫做 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也就是 也就是 才發菩提 即成正絕 這個觀念 我們要時時 時時刻刻 去怎樣 去體會 去回想 我們那種 剛開始發心的 那一種清淨 剛開始發心的 那個出發心 這個能夠一直保持 這就是修行的過程 一直到成佛 如賢守品 出發心 功德品 廣民思事 廣民思事 好 那後面有幾張投影片 是表格 這個以前我們在探討 華嚴經裡面 都有看過 比如說從歡喜地 離構地 發光地 一到三地 要修這個布施 慈戒 禪定 要修這個 布施愛與 立行這個四色法 有一些修行的重點 然後呢 這個是四地到六地的 這個我們很快地看一下 因為這不是我們要解釋的重點 是讓大家有一個觀念 十地的修行 它是有十個位階 第七到第十 從遠行到法營地 好 然後呢 最後我們看這張投影片 從十地以前修到十地的這些菩薩 如是念佛 能於一切處見如來生 不管我們現在 有沒有登地 還是地前菩薩 還是什麼 初地菩薩 二地菩薩 三地菩薩 不知道在座諸位都是幾地菩薩 怎麼大家都大笑 就是不管大家是幾地菩薩 我們自己偷偷知道 我們自己偷偷知道就好 我們沒有做身家調查 不管你是在幾地菩薩 如果我們懂得 自信親近來念佛 能於一切處見如來生 不管你幾地 甚至不管你身處何地 即便我們在五卓二世 娑婆世界 我們能不能見如來 可以的 所謂的見如來 不是眼睛一閉 或眼睛一開 看到佛 當然那是一種 我們主要是見如來的這種法身 如來法身是什麼 就清靜光明 即便是那一瞬間幾秒鐘 我們沒有起煩惱 我們沒有妄想 大家應該都有這種經驗對不對 那個就是如來法身 那個就是自信親近 所以每個人都有 好 我們知道都有這個 那修行要做什麼 想辦法把它延長 想辦法讓它穩定 從一秒鐘到三秒鐘 到三個小時到三天 到三個禮拜到三個月 最好像諸佛如來一樣 他們時時刻刻 清靜法身 那我們是起起伏伏 而且妄想雜念的時候 還是比較多 清靜的時候比較少 這就是靠我們的修行 又如光明絕品 世尊放百億光明 從此三千大千世界 遍照十方 乃至禁法界虛空界 遍照十方 一切處可以見如來 而且我們顯現的這種自信光明 跟諸佛一樣 跟世尊一樣 它可以放百億光明 遍照十方 三千大界 遍照虛空 而文書說宋 教人離有無一億生滅 去來 種種逐漸 這就是八種 八種 我們就是八種對立 我們的觀念常常會對立 有我們就想到五 對立 是不是一億 就是相同不相同 生滅變化 有去和來 所以呢 在心音裡面講 什麼境界 不生不滅 怎樣 不夠不盡 不爭不解 然後我們看這個 有無一對 一億一對 生滅一對 氣來一對 有八種 這就是我們很有名的 龍術菩薩所提出的八部中道 簡單就歸納在心經 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不爭不見 誰能做到 就是如來 如來是什麼 無來無去無大事 這個就是 沒有去來 如無所從而來 來去自如 無所牽掛 無所障礙 所以我們念佛要念到這種 這種感覺 這種境界 遍一切處 關於如來 視為入佛正性 出現品益雲 諸佛 諸菩薩摩赫薩 不應於一法一世 一生一國土 一終生 鑒於如來 應遍一切處鑒於如來 這個怎麼樣 一切處鑒於如來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把我們的清淨光明 藉由修行的方法 怎樣 不斷地放大 不斷地穩定它 不斷地讓我們的自信 清淨顯現出來 那我們的清淨跟煩惱 它是消長作用的 也就是 你越清淨的時候 煩惱是越多還越少 越少 相反的 你煩惱越多 清淨怎樣 越少 它是一個消長的作用 當我們的念佛 有這種觀念的時候 你會跟諸佛如來 同在 你就會跟諸佛如來一樣 沒來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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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大事 好 那我們時間到了 再下去 我們就要出事 就有事了 所以我們先適可而止 那後面的內容 下週 再來分解 好 那今天謝謝 諸位的參與 感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阿彌陀佛 謝謝阿彌陀佛